这里是健开一身轻周日平说 即使是小伤口 也有可能得胜致死率极高的浓毒血症 您别太担心 要感染上浓毒血症还是有俩条件的 咱得先从小杰的这个新闻里边找找线索 小杰左脚破皮的地方 起了脓包还有些发热 紧接着小杰去了医院 结果被诊断为浓毒血症 那浓毒血症肯定是化膿了 那化膿说明啥呀 它就有细菌感染呗 那这么一说 那是不是化膿之后 这种就特别容易得浓毒血症了 对了 老百姓说化膿 一声就叫感染 这个是一个词 就是细菌入血 确实是浓毒血症的发病条件 那么为什么叫浓毒血症呢 就是我们表皮的感染 你能看见浓 血里的白细胞 变成了我们医学叫浓细胞 女人你不过身杀的 小杰绿胎 有些人 治癣 一大堆 流血症的 美人 有些人 locked 很厉害 为摄耳 文化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